大家好,我是Jayna 今天我们在巴哈的夫妻来 打造一下他的房子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房屋经纪 所以房子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下 就是他目前他房子的整个外观 对,那一进来 就是那个玄关处 对,玄关处其实稍微 那颜色是比较 就是不中和 然后这里就是厨房 还有那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他的在的地方就是客厅 对,然后这个 厨房这里其实 它有衔接在这个 空间就是我们拿来 就是放洗衣机,洗衣服的空间 然后后面这里其实就是 他两个孩子的这个 房间啦,对,因为他已经生了 两个孩子里,那空间肯定是稍微不够的 所以,这也是 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想要 稍微帮他们改造一下这个房子 对,然后现在呢,他们走到这里 就是他们夫妇俩的这个 这个卧室,还有他们的这个厕所 对,所以大致上来说 这个就是他们哈德家的 这个整个房子改造 那基本上,基本上我还是会 原用他们原本原本的家具 但是呢,可能我会改一些 Tunderstar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一下吧 那现在我再来 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帮他的夫妻 他们改造的这个房子 一些构思 对,那其实窗户我大致上都同意 换了这个有点点白叶窗 白叶窗帘那种特色 然后这里就是玄关处 我换了比较就是柔和的那个白色 跟灰色的这个地板搭配 对,然后我也帮他们安装了这个 这个智能系统就是可以统一 一次过就可以开窗帘啊 就是调整灯的明亮度之类的这样 那一进来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 小朋友的房间啦,对 那小朋友的房间 我之后可能会再稍微 帮他们打扮装饰一下啦 对,可能稍微再放个地毯之类的样子 然后对面这里就是我们客人用的厕所 对,还有一些浴缸 对,因为可能小朋友就要洗澡嘛 可能会有点 如果用淋浴间会有点方便 对 然后呢,从这个循环处一进去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邪手的饭厅 对,就是非常非常小康自家的饭厅 然后饭厅的对面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家屋的地方啦 就是我们洗衣服,我们用衣服 我们用那个洗衣机打扫的地方 然后我旁边还放一个白色的椅子 就可能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也是一样 同意用的就是刚才用的那个白色椅子 来搭配 整个都是种比较柔和的白色风格 然后,从客厅这里进来 我们就会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空间 比较宽阔的这个厨房 为什么我厨房会想要打造这种比较宽阔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用的这个家具也是比较偏 我说既然他们都喜欢下厨 让我帮他们弄比较大间的一点点的厨房 看起来比较有家具的温馨感 然后我也帮他们放几个凳子 就看起来也比较有点现代风感 对,可是墙壁地址我多数会用这个比较 那房间我也是用回之前他们用过的床 对,那时候我可能就是稍微跟他们 换了比较淡雅的一点点风格 对,就跟以往有比起来 就比较偏白色系为主 对,然后这里就是他们可能可以就是办公的地方 毕竟房屋经济嘛 有时候就要去协调一些东西 协调一些文件 要进客户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用到这种3C产品 对,所以我在他们这个床座位旁边 我跟他们放了一下就是平板电脑 因为毕竟这种是需要实时跟进他们的那个进度嘛 对,所以而且他们又有两夫妻嘛 对吧,怎么可能一个用电脑一个 什么东西也不用吧,对不对 所以我就帮他们放这个平板电脑下去 对,所以我现在可能要让他们来试一下用这个平板电脑嘛 等就是跳脸打完先 好了,他打完了 对,那我们让他来试一下这个平板电脑 不过我们还是先让他来参观一下这个厕所好了 对,这个浴室也是比较基本的 我用回他们之前用过的家具 这样子放出去 对 除了那个,那个这个防滑电 我稍微跟他换比较大张的一点之外 其他东西我应该是没有动过 对,所以我们现在让他试一下这个购买电脑 对,就是 那可以就是检查他的那个邮件啊 文件之类这样子 对 他现在就会走到这个客厅的沙发上去检查他的那个文件 对,只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就为什么很像我平时玩游戏的那个画面一样 对啊 那至于厨房我也帮他们放了 就是他们今天在超市买那个电饭锅 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厨房的这些电器 方便让他们做饭 那至于室外的话 其实我大致上我很多东西都还是保持原来的东西 除了我跟他们多放了两颗银花树在右边 就是因为右边位置还不会看起来空荡荡嘛 那至于我刚刚说的那个智能电器系统 就是他可以帮他们调整那个灯光明亮度 可以还可以帮他们调整不同的灯光的颜色 还有可以统一就是一次过就是调整那个窗帘的开关 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方便是不是 因为毕竟身为房屋机的家里 没有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设备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感觉有点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帮他们放了一个这样子 而且他们也要照顾孩子 也不是就是很有空一直过去调理那个家里的那些灯 还有那些窗帘那种系统 对吧 所以我就跟他放这 那大多数上我们已经逛完哈德先生的家里了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或喜欢哈德可以帮我们按个赞 如果对这个系列有兴趣 可以开始订阅 可以按下订阅 开启起来的离家 这个时候我们下期见 拜拜